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北部地区大雨下个不停 而紧接着又会有台风要接力暴躁了 这个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D7R 已经在早上8点生成了今年的第18号台风米塔 目前会持续地朝着台湾的方向来前进 而气象局预估了在明天29号 这台风将会逐渐地往北转 不排除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且从目前这米塔的行进方向 以及周围的环境来看 这米塔是有可能达到中台等级的 从礼拜一到礼拜二的上半天 在北部跟东北部的民众将会明显感受到雨势 一路从深夜下到早上北部地区大雨下不停 而且气象局预估这波雨势恐怕还会持续好几天 主要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而且在水汽上面的话还是比较偏多 明天的话这样也会趋缓一些 但是随着周一在台风逐渐地靠近 水汽上就会开始增加 东北风带来的雨势到29号才会趋缓 但今年第18号米塔台风接力 北部东北部迎风面将持续降雨 气象局预估最快29号上午就会发布海上警报 再来看看各国预测的台风路径 大致上都预期持续朝台湾前进 但在北转后的预测较分歧 只有得看太平洋高压势力 如果高压如预期减弱 台风就会往东偏离台湾较远 但气象局提醒米塔不排除会达到中台等级 还是不能大意 台风到了台湾东方海面的时候 就预计会来到高压的一个边缘 那这时候其实它的不确定性 就会开始出现 不过因为米塔台风移动速度较快 影响台湾时间约一天半 预计北部东北部民众 下周一到周二上半天 可以感受到明显的雨势 到了下周二下半天 水汽才会逐渐减少 米塔未来动向还得持续观察 近传车路推报道 下周二下半天